他是四大天王中年纪最小最板成名的一个 因为矮被幸运女神眷顾 一个摇头杀活了二十年称鲜肉鼻祖 从被这一时地比不过点 再到亚洲舞妄产联金马影帝 他到底书写了一段怎样的传奇 百思与红颜相去之之间 这里是娱乐密文 宇哥今天带你了解 你不知道的天王偶像郭富城 1965年10月26日 郭富城出生于香港 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儿子 在家中备受宠爱 因为父亲经营了一家金妇 郭富城初中毕业后 被父亲介绍到一家金行当职员 方便日后继承家业 但郭富城不喜欢沉闷无聊的工作 唯独对跳舞情有独钟 在一次参加朋友聚会时 他常能尝试一字马动作 导致脚部受伤 只能在家休养 金行认为他请兵驾太久 将其辞退 失去工作后的郭富城因祸得福 当时聚会上的朋友认为他跳舞很好 为他报名TVB的舞蹈训练班 在三千人挑选三十人的情况下 外形青春洋溢的郭富城脱颖而出 正式成为TVB的舞蹈议员 初进训练班时 郭富城是班里最后一排的绝员 但他硬是从茶生跳到了第一排 魏梅艳芳 邝美云 以及陈慧仙等当红女星都做过班户 1985年的《健美小写选举》上 托起张曼玉的舞蹈演员正是郭富城 也因为在这次演出中的精彩表现 郭富城获得TVB艺人经理 奉美姬的赏识 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 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成为当时的无线银河实行之一 但老师给他的评价却是 班级里外形条件最差的 刚毕业的几年底 郭富城经历了不得知的龙套岁月 但他兢兢业业 为日后的成功打下基础 1990年 台湾光阳机车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代言人 因为原定的人选档期出现问题 郭富城已替补身份参加面试 厂商对郭富城非常满意 因为这个男孩不仅阳光帅气 身高也非常符合要求 这款机车又叫小绵羊 外形轻便小巧 为了吸引男性购买 需要一名身高稍矮的模特 以此沉托机车的大只 就这样 郭富城阴海被幸运女神眷顾 凭这支广告一夜爆红 征服了几乎所有报道女孩 并获得推出唱片的机会 1990年 郭富城首张国语专辑 对你爱不完面试 亚洲销量突破100万张 自此郭富城风靡大街小巷 位列台湾票选的十大港星之首 1991年推出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两张国语大碟 以傲人成绩杀回香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